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灵山是圣洁之地 居住的都是有喝洋咖啡的众伯和菩萨 平时不问西东 没事就搞搞沙龙 他们的总坛主教乌兰 跟他混了人都成了大嘎 总之 西天是我等苦逼青年向往的圣地 但仔细读人柱就会发现 很多事并不是你想的那样简单 比如 如来在西天并非排行第一 罪牛那人叫燃灯谷佛 是如来前任领导兼革命导师 他的接班人叫尼勒佛 因如来身体被放吃妈妈香 笑面和尚长期接不到饭 因此一直对如来不爽 多次指使徒弟狂美老怪捣乱 内部争斗不断 外部也不省心 如来就在灵山囚禁的西游最大的妖王 他手下的妖族一直蠢蠢欲动 从未停止过颠覆佛太统治的活动 前两个问题 蜗牛已在往期文章中解读过了 本期重点谈第三个 二代援助第七十七回 孙悟空遭遇了史上最强劲敌大鹏 孙悟空的牛叉本领 在他面前不过是渣渣 一个斤斗十万八千里 可人家两扇子就超过了 孙悟空七十二变 可人家用爪子锁吼 便什么都在其控制之中 孙悟空就这样被暴力征服 好不容易等到晚上 用缩骨弓从柱子上脱身 却听到满城水军传言 唐僧已被吃了 取经团队覆灭了 甚至连八戒和沙僧都这么说 孙悟空一时心灰意冷 他赶到灵山 将如来哭诉 请求取下锦箱圈 放自己回花果山洋洋 不料如来呵呵一笑 说出一番惊天地 弃鬼神的话来 自那混沌分石 走兽以七灵为之城 非秦以凤凰为之城 那凤凰又得交合之气 欲生孔雀 大同 孔雀出世之时最恶 能持人 四十五立路把人一口吸止 我在雪山顶上 修成杖六金身 早被他也罢 我膝下肚卷 我欲从他变门而出 孔雾真身 使我抛开他几倍 跨上灵山 欲伤他命 苍被诸佛劝解 伤孔雀如伤我母 故此留他在灵山会上 封他做佛母 孔雀大明王复杂 大鹏与他是一模所剩 故此有些亲属 这段话透露出两个惊人信息 第一 大鹏并非是赵本山的徒弟 而是如来的干舅舅 第二 孔雀是妖王二代 也是如来的老干妈 不过 让人想不通的是 孔雀要把如来变成甜甜 幸亏如来身穿防弹衣 从他胃里破碑而出 用现在的话来说 孔雀犯了谋杀罪 如来不仅不怪罪他 还将他认作干妈 这真是日了狗了 诸佛的理由也非常牵强 什么从肚子里出来 就相当于他的儿 那孙悟空多次从妖怪肚子里出来 是不是也得叫妖怪为芭比 叫铁扇公主为玛妮 请大家叼上眼楼 再注意另一个细节 如来出来时动作粗暴 先是抛开孔雀几倍 然后跨上他从雪 山西到灵山 这那是请一个母亲 分明是反人待遇 最为关键的是 既然拜孔雀为佛母 那就端茶宋水好好孝敬 而事实上 竹来把他留在了灵山 软禁多年不得出户 在原处第七十一回 观音做起金毛口 把朱子国老大的老婆抓到洞里囚禁了三年 孙悟空正咬痛点这处上 观音来了 告诉猴子 不怪我家司机少流氓 主要责任在朱子国南方 你不知之 当时朱子国先王在位之时 这个王还左东宫太子 未曾登基 他年幼奸 极好设立 他率领人马 纵放樱犬 正来到落凤坡前 由西方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所生二子 乃此雄两个雀除 停逝在山坡之下 被此王宫开除 射伤了雄孔雀 那此孔雀也待见归息 父母忏悔以后 吩咐教他拆凤三年 申丹究极 那时节 我跨招这后 同听此言 不期这念处留心 故来骗了皇后 与盲消呆 扯断话什么意思呢 说明了 一个残酷现实 堂堂佛母的儿女被凡人欺负 父母想找人教训一下这名凡人 可命令发下去 竟无人理睬 恰好观音骑着金毛吼经过这里 观音没当一回事 金毛吼却非常难受 于是偷跑到诸子国 帮助佛母完成了这一心愿 三敲小黑板了 如来为何不直接杀了孔雀 却要拜他为母 既拜他为母 为何又要将他软禁呢 其实根本原因 还在他背后的势力 从如来的讲话中 我们可以看出 天地初开的时候 以凤凰为首的妖族是很厉害的 但是 随着天庭神仙势力和佛教势力的崛起 妖族的地盘像患了重病一样渐渐萎缩 很多不得不转站到山野林间 但是 虽然妖族势力不在 但也不可小视 比如大鹏 牛魔王和其他五大圣 如果如来杀掉凤凰的女儿孔雀 势必引起妖族的强势反弹和报复 因此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孔雀软禁在灵山 还把它架空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这 按一来 既安慰了妖族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也要挟了妖族几个恶势力代表 可谓一举两得 如来的这些手法 被大鹏看穿了 五百年前 他从灵山偷跑出来 吃掉了施陀国一座城池的人 还仇见有四万之众的妖军 直接给如来叫板 可奇怪的是 如来竟不理他 然而 当他抓了唐僧 想动取经这块奶酪时 如来果断出手了 而且一出手就是大手笔 四旦里说 以如来的法力 想除的大鹏太容易了 比如给孙悟空一个法宝 让文书普贤助力等 都能轻松铲出这股恶势力 但他却都没用 而是自己亲自出马 取经途中唯一一次 并派出了史上豪华的雏佬团 我们来看看除央团有哪些超级大佬 满天飘渺瑞云芬 我佛慈悲降法门 明是开天生物里 细言辟列化身文 面前五百阿罗汉 脑后三千皆地神 嘉业阿罗随左右 普文菩萨铁腰粉 让我们把手指脚趾都用上 来数一数 一 普贤 二文书 三 嘉业 四 阿罗 五 五百罗汉 六 三千皆地 七 然登古佛 八 弥勒佛原文 只见那过去 未来 现在的三尊佛像与五百阿罗汉 三千皆地神 不散左右 把那三个妖王围住 水泄不通 而大鹏那方呢 只有三妖 文书做其青毛狮子 普贤做其大象 一见到主人来 马上举白旗投降了 最后只剩下大鹏一个人在战斗 仔细以琢磨就会发现 青毛狮子和大象精 看起来是大鹏的铁兄弟 其实更像是西天的卧底 孙悟空照壮实 如来马上召集两菩萨回西天 问他们 司机们下界多久了 菩萨答 七日的 可见 一切都在如来掌控中 按理说 看到这么豪华的雏妖团 大鹏应该吓鸟才对 而事实上 他居然当着如来面看孙悟空 并且要把如来赶出灵山 三摩大鹏倒 大哥修得耸具 我们一起上前 使枪刀朔到如来 夺他那 雷音宝刹 只可惜 两位大哥已不能听他的了 如来在头顶上放块鲜兽 带他来抓时 一下将其控制 即使这样 大鹏也没辅转 还直接责问如来 你怎么使大法力困入国也 我们都以为 如来肯定会像对待孙悟空那样 直接训斥 外加收拾 不料 如来却异常温和地对他说 你在此处多生孽障 跟我去 有尽一只功 大鹏气势没减 你那里持斋把素 极贫极苦 我这里吃人肉 受用无穷 你若愿坏了我 你有罪迁 而如来却道 我管四大步骤 无数众生瞻雅 凡做好事 我教他先进入口 这哪像未封八面的佛祖 倒像北区求全的小国诸侯 上文我们也说了 即使大鹏有日天的本事 在如来面前也是小儿科 如来为何这样哄着他 其实道理同外孔雀为佛母一样 不是敬大鹏 而是敬大鹏背后的势力 他收拾的不是大鹏 而是大鹏背后的势力 我马回头来屡屡如来的思路 一 妖王已衰 将妖王二代鹏杀在灵山 二 故意放纵大鹏作恶 三 还出好华陪审团 见证大鹏的罪行 四 不计前夕 将大鹏招安到身边 彰显胸怀 当大鹏归顺如来 并未败为护法该职务 相当于维护会场秩序的宗管 谁不好好听如来讲佛法 大鹏就去啄他脑袋 牛魔王被合渣牵着鼻子到灵山后 妖界就完全平息了 五波牛在各平台发稿时 不少读者留言 吴承恩都没想那么多 如果我们仔细静心下来 品读如来与孔雀 大鹏的故事 就会发现 这是一个非常完整 气质的世界观系统 绝不是作者一时冲动 而写出来的一个普通降妖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 充分展示了佛派CEO如来的高超智慧和政治手腕 有时候征服敌人 真不是靠拳头 而是靠脑子 如来完全可以见人杀人 见妖杀妖 但这样取得的战果是不稳固的 也是违背灵山宗 值得 因此如来才安排了取经工程 选择了与天庭合作 故意输给太上老君十八座金山 放风吃唐僧肉能长生不老 当取经团队到了灵山时 又纵视二尊者索要人士 目的是告诉唐芒经不可清传 亦不可清去 你们要珍惜 这样一来 就把诵经活动变成了取经活动 什么是世界上最高明的事 把自己要做的事 变成别人来求自己做的事 什么是世界上最难办的事 把别人的钱放进自己的口袋 把自己的思想放进别人的脑袋 对我们来讲 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大目标 才能抵制各种诱惑 既保证自己的钱不被别人掏走 也保证自己的思想不被别人干扰 什么叫大目标 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一个清晰的定位 可以不要太远 但一定要跳一跳够得着 近看三年 远看五年 十年 十五年 好多人就是太高估了自己三年后的价值 而低估了十年后的价值 如来这 让着老司机 一眼就能看穿你的欲望 一个用耳给能将你捕获 你在低头竖前时 他以脚踩着你的枯骨 向英雄的高位前进了一步 孔雀不是贪恋父母之称 大鹏不是贪恋口舌之语 或许就不是今天的境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贪恋父母之称 中文字幕志愿者 贪恋父母之称 大鹏不是贪恋旅